好,我们今天介绍天气的用法 开始的时候,我想跟大家去分享 这个天气的变化实在是越来越大 你会看到这张表格在网络上都找得到 它叫Global Temperature 全球的一个温度从1880年一直到2000年 尤其在大概1980年左右开始就这样往上升 越来越高了 所以天气真的很重要 我们常常都会在出门之前或前一天的时候 我们都会想知道天气如何 How is the weather? 这也是在跟人家开头的时候 跟人家寒暄的时候 我们都说今天天气不错 所以这一句话很好用 How is the weather? The weather就是指天气 所以How is the weather?就是天气如何 那我们另外一种的用法就是 What is the weather like? What is the weather like? 就是天气也是一样 好像什么 所以这里的how就是等于what like how就是如何 what like就是像如何 像什么 所以这两种都OK 然后比较常多人用的是how is the weather 不过不管你是how is the weather 还是what is the weather like? 你的回答都是一样 你的回答都是一样 It is如何的形容词这样子一个的用法 那在我们爱上我呢 每一堂课开始的时候都会去玩一个小游戏 Pair game是我们去年比赛 线上游戏比赛的一个的主手就是这个Pair game 他去做一个的配搭 所以你会看到有图片有单字 去做一个配搭 Elan 来跟大家say hello一下 你们还没进去啊 哇那你们等一下可能没位置了 剩下后面位置或到二楼 那常常我们可能就是会像Pair game来讲 我们就是把这个图片和这个的单字 去把他们做一个的结合 那去年玩这个游戏 我们今天的Pair game是Warshaq 所以以这个来讲 你就会去人家问说how is the weather的时候 你就说it is 比方说像今天来讲 今天应该算是 我觉得有点Cloudy 今天有点Cloudy 比较多元的一个的状态 过去一阵子甚至叫40度以上 it is hot it is hot 所以这些都是形容天气的 Frosty, Foggy, Sunny, Hot, Cloudy 这个Thunderstorm是一个名词 所以可能我们会说we have a thunderstorm it is rainy, it is windy, it is stormy 好这些还有这Snowy 都是去形容天气的一个的用法 所以在我们这个Pair game 刚刚老师介绍的 我们就是会去玩这个的游戏 然后去把它去配对 像Thunderstorm跟Cloudy 它就没有办法配对在一起 Foggy,这样子就是一对了 这就是多物的 物物的Foggy 然后起物了 那运用在生活上面 常常我们每天都会看到有天气预告 Weather Forecast 所以以这一张的图表来讲 我们有台北 有花链,有花链,有高雄 还有横春,马公 这些都有不同的一个的天气的形态 像以这第一个来讲 这个是Raining Raining 第二个是Cloudy Cloudy,多云的 再来Hot,很热的 那当然我们会去知道这些形容词 我们知道这些形容词 我们还要知道去回答 就像刚刚老师所讲的 How is the weather in Taipei? 所以你可能就会说 It's raining in Taipei It's cloudy in Kualien It's hot in Taichung 所以这些才是应该要更完整去练习的部分 所以我们刚刚会看到很多 包括Pay again 都会有从wind到windy 所以还有刚刚我们的Thunderstorm 对不对 所以如果Thunderstorm Storm你想要变成形容词 很简单 你们发现都是加上y 只要加上y 它就变成形容词 比方说 It is windy It is windy 就是风很大的 那你可以说We have wind 所以这两个其实是可以去交替的 那这样子看来的话 这两个就是很特别的 Sun变成Sunny 所以短母音加止音 重复字尾加Y 所以这就是Sunny的Foggy 好 我们再来接着看到很重要一个的部分 在说下雨的时候 有几种的说法 比方说如果我们说桃园 桃园下雨这个的说法 我们可以说It rains in桃园 It rains in桃园 所以这个Rain是什么词呢 同学们也可以想想看 It rains in桃园 所以这个有一个主词 接下来就是要加上动词 所以Rains 这个就是下雨 照这个字面解释就是 在桃园天气下雨 所以这个It指的是天气 那如果像第二句话 There is rain in桃园 这个也是在讲桃园下雨 那一样 in桃园都放在最后面 前面就there is rain 所以我们过去学过 there is 还记得是什么意思吗 有 有没有的有 某地方有 所以这个某地方指的就是in桃园 在桃园 在桃园有雨 像这样子的话 你应该就知道Rain是什么词呢 名词 Anon 所以N就是它的缩写 那再来桃园下雨 我们可以说 It is rainy in桃园 It is rainy in桃园 所以在桃园 It is rainy 所以天气是Rain 刚刚我们有看到 还记得吗 从Rain这个字变成Rain 加上一个Y 所以Rain是形容词ADJ We have a rain in桃园 你看这个的主词不同了 We 那是因为我们住在桃园 所以如果我们住在新北市 我们住在台北市 然后再来看桃园的时候 我们就不是用We 我们是用They They have a rain in桃园 所以这个We have a rain in桃园 我们在桃园有雨 这其实就是桃园下雨的另外一种说法 这样看起来这个Rain 是什么 一样也是名词 没有错 所以总观来看 你就会发现到 It这个代表天气 天气 这两个都是天气 一个可以说主词加上动词 这个的天气 你也可以说是下雨的 天气是下雨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有雨 然后这个We have是抹人有 我们有雨 一样都是有 There is也是有 但是这两个的有 一个是抹地方有 这个是抹人有 即便你看到这是有地方 但是它的主词是抹人 它特别强调这是抹人有 所以在看这两个的时候 老师建议你 第一个主词去看 最前面的这一个字 It 所以第一和第三句放在一起去看 那第二和第四 就放在一起去看 所以一个这是某地方有 就是抹人有 好 那我们要介绍到天气 老师特别整理了这一个 关于天气有更多的一些的单字 因为最近的天气真的变化的很多 我们看到在世界 这个非常多的一些的灾难 像天气的变化 英文叫做Weather Change Weather Change 天气的变化 像这个冰融化了 Melting The ice is melting 所以Polar bears They are losing their home 很多的极端的气候 天气越变 雨越来越大 风越来越强 这种极端气候叫 Extreme Climate Extreme Climate 这种应该是在Climate 因为Extreme是形容词 所以这个是念Extreme Climate Climate Climate就是气候 这个的Weather是指天气 天气是常常变化的 所以可能今天早上下雨 晚上可能就 也许就雨停了 那这种的天气 一天之内变化的很大 这叫Weather 那如果是Climate呢 Climate指的是一年四季 比方说春夏秋冬 Spring is warm Spring is warm Summer is hot Fall is cool Winter is cold 所以这个都是代表 气候Climate 所以气候是很常不变的 基本上是很常不变 但天气是常变化的 我们也常看到很多 这雨下得很大 以至于产生了Flood Flood 水灾 水火无情 有水灾可能就有火灾 Fire 那最后呢 这个Global Warming Global就是指地球 地球的 它是一个形容词 Warming 暖化 真的暖化 渐渐地在暖化 越来越温暖 这就是Global Warming 好 这就是老师要跟大家介绍的这几个字 我们再看一次 Weather change Extreme climate Flood Flood Global Warming 最后呢 现在很流行一个的议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叫做ESG 我刚刚在开来的路上 我还看到了有一家的企业 他们大拉拉的就是在他的店的招牌上面写ESG 那ESG这个的E呢 代表Environmental Environmental 指的就是环境 S呢 Social 指的是社会 有没有对人 对员工 对于这整个的周遭的这些的社区 有没有帮助 这个的社会 有没有帮助 是不是有很多的污染 这个都是ESG 特别注意的地方 那最后的governance 是指治理 这治理也是指 公司的一个的方向 是不是对的 有没有对待一样 还是人 甚至 你可能采用一些比较环保的一些的素材 一些的东西 或少用一些的免洗块之类的 这是治理关系到最上层的人 他们所制定的一个公司的目标 但最重要的还是环境 所以ESG在这边特别强调环境 就是有建于最近的一个的天气 一个的变化 特别的快 所以他们制造了这些的ESG 就是希望很多的公司 行号企业 能够去follow这一件的事情 所以这个的事情 在国外其实是如何如图 台湾是到最近这一两年 开始对于ESG 非常的去pay attention 那甚至 你如果是公司的老板 你如果ESG这一块 可能没有做得很好 那他们国外的一些的投资的一些的单位 他就会先给你建议 说你可能要去 他们所谓的主权基金 像挪威的主权基金 曾经就对台湾某一家 纺织公司下通牒令 就是告诉他 你这一个的制程 染布的制程 这个环境 要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太大 或者你们对待员工的方式 是不合人情的 你们应该要改善 那对这个公司来讲 产生很大压力 刚开始都不理这公司 那这个挪威主权经济就开始在施压 甚至可能写一些报告来告诉大家 这家公司 有一些不好的一些的作为 后来这家 反倒是台湾这个 从善如流 慢慢的大家就看到 ESG确实是对整个的社会 对整个的国家 以至于这个的地球是很好的 所以跟大家最后分享的就是ESG 好 我们最后来slido.com 为猴子出香蕉 好的